水果甜甜的控血糖最好别吃 三种DGI水果吃不吃 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全因吃起来甜甜的 让许多糖尿病友必有远之 担心吃了之后血糖控制不了 大前众和医院营养师温昭明表示 糖尿病友并非不能吃水果 建议优先选择DGI值的水果种类 选对了低升糖指数的水果 例如樱桃、葡萄柚、梨子、苹果、梨子、圣女番茄 适量摄取也不怕血糖乱标高 糖尿病的饮食原则为均衡饮食、定时定量、高鲜、低油、低盐、适量糖类等 食物的总糖量也需要适量 不能因为是DGI就一直吃 吃了过多的糖类会产生过多的热量 一样容易造成脂肪囤积和血糖异常的健康问题 没有最健康只有更健康 让您的健康全天都上线 快上LINE官方账号搜寻华人健康网